这里是小刘威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纪录片出路 这部纪录片从2009年开始拍摄 到2015年完成 历时六年 记录了三个主人翁 三种不同的命运 在一个小村落 12岁的娟子沿着绵长的盘旋小路 继续要读书 她这个学校只有两个老师 五个学生 娟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 她只有一个同班同学 也可以说整个学校二年级 只有两个学生 虽然只有两个学生 但老师依然非常有操受地 在用普通话教学 今天我们来上新课 第五课 好奇 卷子用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读课文 她旁边的小姑娘 则读书读得一脸懵逼的样子 隔壁的教室是一年级 学生最多 有三名同学 下课后 全校同学都在一起游戏 老师这慈爱地看着他们玩耍 时间到后 老师也非常有规矩地敲铃上课 娟子的早餐是自己白水泡沫 吃完后就开开新鲜的球上学 放学之后 娟子要帮父母去田间劳动 回家后做家务 比如为二师兄 帮母亲烧火做饭等 他们家的饮食 非常适合有减费需求的人 在某城镇 19岁的家家 在进行着第二次复读 因为父亲过世 家境非常不好 她想过放弃 但母亲执意要让她考上大学 她非常努力地复读 课档上的书籍 对得像城堡一样 她告诉拍摄者 她的有点复读恐惧症了 在某都市 17岁的韩寒选择了辍学 原因是她和蒙老师不和 韩寒的妈妈 也非常支持她这样做 现在百无聊赖的韩寒 对每天怎么度过特别烦恼 我们家里当然很烦啊 因为没什么事可干 我想我干嘛呢 我也不知道 我每天在家幻想 我要做各种东西 我好像每天用了一半的时间看电影 无聊地度过几个月后 韩寒租了一个店面开咖啡馆 因为没什么客人 开了三个月就关门了 娟子的老师 会不定期带着全校同学去写肾 娟子的绘画水平 感觉更模有的一品 娟子玩小狮子的水平也非常好 把她旁边的小姑娘眼睛都看直了 远在都市的韩寒 是在无聊的时候 也会去写肾 她的厚法水平不做评价 暑假到了 娟子要经常到田临劳动 她的梦想是考去北京上大学 毕业后去打工 然后工资一个月能有1000元 因为她家的面粉老是不够吃 也是在这个假期过后 家家去大学报到了 时间推进到2012年 辞职的韩寒已经在德国读书 读了一段时间后 她就感到了厌倦 溜兔子玩是她排解烦门的一种方式 这天 倒门的韩寒弄丢了自己的钱包 里面有两张中国卡 两张德国卡 一张杰克卡 她随后远程视频将此时告诉了自己的妈妈 妈妈对此时并不在意 而是跟她讨论起了一个英国歌手 而此时的家家也面临毕业了 她的家庭状况是不可能继续考研的 她需要一份工作 她和同学在宿舍 一面讨论着找工作的事 一面讨论着当下的国家大事 也就是在这一年 娟子的哥哥替娟子办了退学手续 他跟老师宿舍的理由是 娟子不是上学的了 而实际情况是负担不齐 娟子的哥哥在瓷专厂上班 因为父母年迈 她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常业的效益是好是坏 工资发放也不稳定 发不下工资的几个月里 家里做饭连食用油都吃不起 大阪人也有一些慢性疾病 但无前一致 就在家家投入大量简历 为工作的事忧愁 患得患失的时候 远在欧洲的韩寒 一面游玩 一面跟同学讨论 既有这个深层次的问题 她用苹果电脑做电板 制作烟卷 在要什么有什么的状况下 如何让自己得到新鲜的乐趣 是她每天最大的烦恼 国电的家家在等待工作的时候 随一同学讨论着当下的跳楼时间 当同学拉着她去买苹果手机的时候 她是无力购买的 只能笑着说 等我混好了 要买个6 那个时候 苹果6手机 有没有在图纸上画出来 还未可知 作业的娟子也开始找工作了 她去了一家酒店 当得知工资有一千多元时 她开心地笑了 当经理得知她只有15岁时 拒绝了她的工作请求 希望她回去继续读书 并告诉她专业技能的重要性 娟子又去了一些地方找工作 都被拒绝了 家家这边总算找到了一份 还算满意的工作 娟子的父亲 开始拒绝继续拍摄 因为她没能得到 她想象中的捐助来改善生活 将拍摄者轰出了家门 三年后 周游列国的韩寒返回了中国 她去了上海一家艺术公司实习 之所以选择去实习 因为一直傻玩 她觉得特别无聊 实习非常轻松 大家时常坐在一起 讨论国外的高端事务 韩寒对自己将来做什么工作 非常豁达 她觉得做导购 做售票员 做服务员都无所谓 她希望自己的工作 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 这样会很无聊 当然不久后 她就开了一家公司 也是在这一年 家家宠盖了老家的房屋 并与自己的同学结了婚 算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娟子 则在一年前 跟自己的某个亲戚的儿子结了婚 然后去了哥哥工作的磁专场打工 纪录片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三个主人翁沿着各自的生命轨迹 继续着自己的人生 无论好过 难过 每个人的生活 都要继续